请问你这样多少 做这个题目的目的 是要你搞清楚 你到底在算什么 怎么做 那么以后的考题 可能是好几个串联 我要算其中一段 也可能是好几个并联 我要算其中一个 或者是算一个串联完的结果 或者算一个并联完的结果 这就练习操作一下 我们以后可能会碰到的提醒 第一个是ACB是什么 ACB是什么东西 4欧股跟8欧股怎么连 串联 串联要怎么做 相加 所以就相加 4加8变多少 变成12 12 所以就解决掉了 这比较简单的解决 串完 下面一个是A跟B A跟B怎么回事 A跟B是4欧股跟8欧股串联完之后 跟10欧股并联 对吧 串完串联完之后跟10欧股并联 那串联我刚刚已经算了多少 10欧股对不对 所以上面那块就等于12欧股 就等于是两个10欧股并联嘛 上面10欧股并联是两个12欧股并联 两个12欧并联 那并联要怎么做 导数相加的导数 所以12分之一要加12分之一 导数要导数 12分之一加上12分之一 然后就变成12分之二 6分之一 再提醒一次 有人就坐到这里 就觉得好辛苦终于坐完了 没有 还要再怎样 搬过来一次 变成几欧股 6欧股 搬过来变成6欧股 不要忘记 最后是导数相加的导数 还要再导一次 还再导一次 这样很简单 就是简单小练习 好了 这一题是两个串完之后 跟另外一个B 你们的练习是反过来 两个病完之后 再跟另外一个串 两个病完之后 再跟另外一个串 那两个病完 AB就是两欧姆跟三欧姆病吧 两个欧姆跟三欧姆病 那这样子 他的电子多少 那个帅哥你要回答一下 你也想要吃巧克力 那就让你回答 起立 起立多少 第一个是1.2 1.2吧 请坐下 答案就要做 AB就是两欧姆跟三欧姆病联嘛 病联要怎么做 导数相加的导数嘛 导数要导数 所以就要二分之一加上三分之一 然后就会变成六分之五 又回到那句话 你没有做完哦 还要再怎样 翻过来一次 五分之六 所以就1.2欧姆 OK 好 然后并完之后 再去跟一欧姆串 AC就是两欧姆三欧 并联完之后再去串一个一欧姆 这样子答案会是多少呢 那有小女生要自愿回答的吗 没有 那就抽吧 可爱小女生叫做 等一下为什么在这里 No.4在吗 在 然后4号在吗 4号不在 No.9在吗 9号在吗 还正好 正好差不多位置 2.2 很好 请坐下 2.2 就是两欧姆三欧姆 并联再去跟一欧姆串 那并联都刚才算出来多少 1.2嘛 那变成1.2跟一欧姆串 串要怎么做 串要相加嘛 要相加 所以就1.2加上 1 就变成2.2欧姆 这样就解决掉了 就是我们的简单的基本小练习 单纯的很单纯的利用 我们的串联跟并联的公式 就把它解决掉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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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